花莲东大门夜市被中央列为是热点警示区 摊伤反应,人潮大幅减少,开店就亏钱 希望县政府可以扩大减免租金,水电来协助纾困 而县议会在5月6号也召开专案会议 建议县政府应该减免租金三个月 东大门夜市亲民联系假期,涌入人潮 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列为11处国家警示警点之一 摊伤反应,很多人误以为到东大门夜市就要隔离14天 让联系假期,生意遗落千丈 东大门服定夜市主委黄家民 原始民调节主委吴国民表示 夜市摊伤月租约新台币2000元 新冠状病毒疫情期间 县府提出减免两成,每个月少缴400元意义不大 建议可以减免租金五成并扩大补助水电费 希望我代表我们所有的东大门市区 在这个租金的部分,以及在水电费这个部分的减免 希望县府跟各位长官能够提出因应 让我们在这个比较艰困的时间,大家能够共体时间 县委习工人表示,疫情在过年期间卖资金 清明年期假期之后,东大门为人潮自热点 县府应该主动前额减免租金三个月 而不是等到摊上反应才处理 他体系老百姓 是不是自动前额三个月,前额三个月 四状况处理 耳后四状况处理 第一点,第二个 水电费用,是不是我们花雷县政府的 表示我们花雷县政府的 我们不要处理喔 就要補中央 那要多少钱 先减免三个月才吃 县衍周军又表示,东大门夜市日前发生火灾 经重建之后,评估需要增加防火隔间 每个摊商需要分摊一万五千元 认为摊商向县府乘租摊位 防火隔间建置好属于县府 也应该由县府来支付 摊位区的那个什么,就是火空间 就是那个防火的 现在目前一个摊位要一万五千块 当初这个我们的那个东大门设置的时候 是由我们县政府所盖的 相关的他们,那你不能说 因为你盖了这东西 就限制说有些可以用 有些是摆什么摊位 要做什么事情 有些做火的 做那个是上次贩卖一些食物食品 要烤火的地方 或者是有些卖一些文艺用品 或者是文具的地方 但是你不能说限制他们说 这个人做什么,这个人做什么 是一开始他们在进驻的时候 你就要做好一些防火措施了 这才对 不能说把这个事情全部丢给汤山 他让他们去来去负担这个费用 宣布官方处副处长张志祥回应 减租额度由和主委员们沟通协调 至于会议大众提到 扩大减租额度、水电补助 以及防火隔间的部分 将会带回县府进行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谢谢大家